开了一个很大的方便之门 高雄市议会庆福案专案报告调查 结果出炉发现高营放款惊人的超有效率 当初这个履约保证函货速 四天之内常懂通过同意 保证金放款有多快速 庆福2013年11月3号申请 高雄银行7号就给钱 四天速审光速放款 而且高营送信庆福33亿元 其中11亿元完全没有担保品 最后造成呆账7.6亿元 这高雄银行在内部在做核贷 也是史无前例的快速 调查小组更发现高营放水连带 2013年11月6号17.6亿元 和2015年3月12号的8.3亿元 通通主席没决议就通过 2014年1月2号3亿元 和2016年的7月7号3.03亿元 都是照案通过炒率放款 都是用这么炒率的过程去通过的话 那我保证庆福这个案子 在未来一定会再发生 另外也发现8.3亿元的幽灵放款 2015年正常放款程序 营业经理3月6号才批示 但受信处前一天早就批准 最后决议12号长董会通过前 10号早就签订收信器具 和保证书偷跑放款 其中关键人物 第一位林文渊 民进党籍现任高营独董级长董 曾任台电董事长中刚董事长 第二位王静安 高营前总经理已经申请退休 两人设有重责 是林文渊常务董事 他讲说国防部如果不就庆付案 出来出面协调 那么国防部长没有资格当国防部长 那他现在目前还是继续月领18万 调查小组新市政将提交地检署 列列件弊案 越查越挖 发现更多惊人内幕 曾居市府任内高雄银行 草率放款挂保证 也让国建国造一桩美式蒙上阴影 记得高雄综合不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